记者林国贤云林报道,全台水情吃紧,云林县自来水公司上周实施夜间减压供水,水公司呼吁用户节约用水,水电行业者提醒有庄涉加压马达留意供水情况,以免加压机空转故障。 云林县政府水力处长许洪博表示,云林县水源主要来自日月潭,现阶段取水情况还算稳定,但因配合整体水情与水资源调配,民众还是要节约用水。 云林县各乡镇自来水自上周三开始在夜间离风时段减压供水,部分居住在高楼层或自来水管末端用户发现水压不足,水量变小,原以为是管线发生问题,经查询水公司才知道因应叛想实施减压供水,水公司人员强调,减压幅度相当小,对民生用水没有太大影响, 家中有水塔的用户因感觉不到差异,减压供水可减少水资源浪费,还可减少水费支出,希望民众供替时间。 水电行林姓老板表示,减压供水可能会造成加压马达空转,民众要留意水塔中是否有水,以免造成马达空转损坏。